基歐學校獎 學校應該是要有政策的 所以他第一個他必須要了解他的藝術教育的內容 再來是看他行政怎麼樣的資源 第三個要看所有的老師行政人員 校長是不是很熱情 再來第四個就是他的外衣效應 外衣效應就是好像說這個學校他附近如果有一個美術館 他會不會資源分享共同合作 他每年的特色不一樣 然後跟時代的潮流也是有結合的 那有的有跨界 甚至現在還跟科技結合 朝向一個元宇宙的方向 但是他並不是只有一項 他是會從這一項然後跟其他結合起來 所以我們今年看到很多 有的學校他甚至就是跟他附近的這些文化設施結合 然後他們共同創作 然後有小朋友去執行去做創作 我這個是令我最感動的地方 最後當然在學校也有家長還有社區 所以是有以學校作為中心 是否能夠有這個擴散的效應 讓整個社區的藝術教育還有美學教育能夠提升 那這個就是基佑的學校 自然環境非常優美的地方 那但是它也屬於是城市的邊界 那這個學校很熱情的打開校園 利用學校的各種資源環境的優化 提供各類的課程 讓社區願意進來使用 好比在大稻埕 那他可能他附近有廟宇 或有各種不同的偶戲館 他們是不是會互相幫忙 然後資源分享 學校整個環境到處都可以感受到美的那一種感受 那很重要的是他們除了在學校開畫展之外 他們還把畫展開到外面 藝賣這些小孩子的作品 那把這些錢來支出這些 貧困孤苦的這些老人 把美術教育落實在生活當中 在基佑學校這一塊 讓我非常感動的是 他們能夠發揮在地的特色 比如說在南投竹山的學校 他就能夠把竹子 竹工藝 還有竹樂器發揮得淋漓盡致 那另外在海邊的學校 他利用符球把它做成它的鼓 非常有特色 讓我們眼間為之一亮 有超熱血的主任 以及用藝術教育來進行班級經營的導師 那他們帶著孩子們一起進行藝術創作 來佈置 來準備他們的畢業典禮 我覺得對學生的成長是非常有意義的 對學校主任 對學生的成長還是金色 非常感動的 最好便是 這是我們的一個很小的 精打采